嗨 這裡遇到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Gigi 那在台灣呢 流浪狗還有流浪貓的這個問題 非常嚴重 其實我們有這個 很多的流浪動物收容中心 但是因為人力還有這個 費用上的一些問題 以至於這些流浪貓貓狗狗呢 牠們可能到中心 超過12天就要被安樂死 那在民間呢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位 很有愛心的這個愛心媽媽們 牠們一直在幫助這些流浪動物 那這次呢 這裡遇到愛我們的外景團隊 特別跑到台南還有高雄 我們幫您記錄下呢 牠們很感人的故事 我們現在先一起來欣賞 颱風剛要離境的下午 製作單位臨時接到 照聲會執行長阿虎哥的來電 照聲會南區分會的流浪狗收容中心 似乎因為颱風造成了災情 阿虎打算南下勘災 詢問我們是否隨行 處在台北風雨不大的我們 並沒有多想什麼 就決定跟著前往收容中心 只是一路往南大雨滂沱 我們的心情也不禁沉重起來 一進入狗場 映入眼簾的是滿目窗衣的畫面 大雨一直無情地落下 水淹到腳踝 將近兩百隻的收容狗 接連不斷地叫著 一生生地想要喚起我們的注意 希望我們給予多一點關懷 而關在籠子裡的狗兒們 無奈地泡在水裡 有的拼命地吼叫等待救援 有的好像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力 眼神流露出的無助與絕望 彷彿在訴說 這個世界對他們有多不公平 這一次的颱風對我們來講是 還比較沒有什麼損失 大概就是風雨 風比較強的時候 把我們前面那個填車場後面的 第一區的那邊的草的那個鐵片 有把它給吹翻了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的水池後面的那一片 圍牆的話它是整個的倒塌下來 那因為我們有一些殘障的狗 全部通通都是放在外面的 那我們怕牠因為圍牆倒了之後 跑出去很難找得回來 所以說昨天就很緊急地 請了附近的民眾來幫我們 把我們的圍牆把它給撐上去了 然後趕快架了一個古板 那我們的那個鐵片被吹走了之後 因為我們都有去回收外面撿了一些 人家不要的彩色浪板回來 所以說我們昨天也很緊急地 趕快把它們給補上了 不然要是因為下雨的時候的話 外面下大雨裡面會下小雨 狗狗全部通通都淋濕了 所以說這次的颱風 我們最主要的就是這兩個地方 有損失道而已 那其他淹水的部分的話 是完全通通都沒有 好險有這些愛心媽媽們的 及時搶救 狗狗才可以順利地從這場天災中度過 而在我們看來風雨交加的慘烈情況 對狗狗們來說也許只是小事一樁 來到這裡的每一條狗 都有一個悲慘的故事 有的是在過馬路的時候 慘遭車輛撞擊受傷 有的是在野外感染了皮膚病 更有的是被主人棄養 甚至最過分的是遭人狠心的虐待 還有些狗兒來到收容中心的時候 脖子被裁上橡皮筋 被炮竹炸傷了眼睛 不過這些缺陷可阻擋不了媽媽們的愛心 李媽媽說 這裡每條狗都像他的孩子一樣 他給狗兒們的愛是無法計量的 說真的 照顧流浪狗真的很累 因為我以前只不過是一個外面 街頭餵食的愛心媽媽而已 但是當我接觸到說 我們有一個這麼大的狗場 你的狗狗都集中在裡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你的愛 你想要分給他分給他分給他 你完全分不平 那每個狗的話 他都很需要你去疼愛 那我每天我來的時候 我看到狗狗 他需要打掃 需要餵食 需要生病去救醫 需要餵藥的 我會覺得說 他人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樣 但是我一個人的能力有限 我真的我沒有辦法去照顧那麼多 那麼多的狗狗 因為他們每個狗狗 都只有巴望著你一個人而已 但是我眼前所看到的 卻是一整片的時候 我會發現到說 所以說我真的很希望說 有愛心想要去做善事 想要去發揮您的愛 您可以來疼惜這些 無聲無喜的流浪狗 我真的我很希望說 有更多的人可以來加入 因為畢竟你管理一個狗場 真的是要有足夠的人 要有耐心 愛心 善心 才能夠照顧這些很可憐 又沒有人願意來領養這些 又沒有人願意想要照顧這些 可憐的狗狗的人 殘缺的狗 我覺得他們是有比較可憐 因為每一隻殘缺的狗的話 他們背後都有一個很可 很可憐的故事啊 像那一隻的話 他是被人家丟棄在山上的 那他是因為不受假 可是因為他去受到驚嚇 他不願意讓人家靠近 不願意讓人家靠近的時候 民眾通報我的時候 讓他耗了兩天 一直跟他培養感情 因為我覺得說 他已經很受驚嚇了 那你再用麻醉針 一下子吹他 不錯 他可以很快的麻醉 可是我怕他心裡面會很受傷 所以說我比較不喜歡去用麻醉藥劑 還有用那個網子去網狗 所以說我去跟他耗了兩天 我就慢慢的靠近 慢慢的靠近跟他培養感情的時候 到後來我可以去摸他 可以去抱他 然後我把他救治回來的時候 我發現到其實他是一隻 皮脊很溫馴的狗 但是我又發現到說 他這麼漂亮 這麼很溫馴的狗 為什麼會被人家丟棄在山上 而且要是被捕臭甲到 他如果沒有殘缺的話 他是一隻很漂亮的狗 他可以有很好的送養的機會 可是因為他是一隻殘缺的狗 少了一條腿 所以說沒有人想要他 所以說我覺得說 在狗場每一隻有殘缺的狗 都是滿可憐的 看到牠們我都會覺得很快樂 那我覺得說 以目前來講的話 牠們看到我 牠們也會覺得很快樂 所以說我會覺得說 在狗的無聲無息的世界裡面 我很願意再付出我更多的時間 更多的力量 我能夠做多少就是做多少 來幫助這些流浪狗 因為畢竟沒有人疼愛的狗 真的是很可憐 雖然風雨沒有停止過 可是狗兒們依然要過下去 看著三四十隻狗狗們圍繞著火房打轉 就知道狗狗們最開心的吃飯時間又到了 媽媽們說 養狗可不像養雞一樣 把飼料丟在一個地方 牠們就會過去吃 因為狗狗們對食物有獨佔性 常常會為了食物打架 所以一大桶狗食 就必須分裝在不同的小盆子當中 盡量讓狗狗獨立進食 才不會打成一團 每個月的飼料費 然後醫療的費用 然後我們還必須要買一些健康食品 來給狗狗吃 因為我們必須要補充牠的 一些所缺的一些營養 那所以說牠們也是幾乎就是跟我們人 通通都吃的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們構成的狗比較多 然後每個月都必須要有一筆很大的費用 但是這一筆費用的話 我們都是一向都是對外去募還 所以說我今年我也很希望說 真的有人想要去做善事的 可以來幫忙這些可憐的流浪狗 因為飛機牠們是沒有主人的 沒有人可以去養牠們的 那我們把它收留在這邊 我希望說是不是有善心人士 可以來固定捐飼料 或者是來幫忙我們的醫療費用 或者是牠可以去買一些健康的食品 狗狗可以吃的健康食品 來幫狗狗去補充一些營養 但是同時我也希望說 有愛心的名字的人士 愛心媽媽 可以來幫忙我們 來照顧一起來照顧這一些流浪狗 因為畢竟我們的人力也是有限 我們也想要把我們狗場裡面的狗狗 讓牠照顧得很好 讓牠不用再像以前在外面 在外面流浪一樣 讓牠在進來來這邊的時候 最起碼可以有一個安定的地方 有吃 有助 但是我們也很希望說 我們想要給牠更多的愛 更多的關心來照顧牠們 所以說我們還是一樣有 缺缺需要社會大眾的來幫忙 像我們這邊所收留的一些 尤其是殘缺的 那殘缺的狗牠們每一隻狗 在外面流浪的時候 都有一段滿長的時間了 牠們有的不是皮膚病的 不是被人家打 因為牠皮膚病 身上會發出一種惡臭 那你走到哪裡的話 不愛狗的人完全就是趕牠們 趕不走的就是拿棍子去打 這樣很多愛心媽媽 常常都會來跟我們講說 哪裡有一隻很可憐的皮膚 長滿了皮膚病的狗 身上又發生很臭的味道 然後就是被一些商家 一些住家驅趕 趕不走的就是用棍子打 一定要把牠打理在這邊 因為牠們真的是很臭 那愛心媽媽有時候都會 哭著來跟我們講說 是不是請求我們來幫忙照顧 那因為我們的狗場也是滿有限的 可是礙於說 這隻狗也是很可憐 別的狗也是很可憐 我們還是在很無奈的情況之下 也是收留了這些狗 那這些狗的話進來之後 尤其是牠皮膚病 會有一些醫療的方面 而且是要長期去投藥的 那這些的話 我們都是需要一筆很大的費用 那所以說我們今天 我們也希望說 有人可以來幫我們帶狗出去看病 也希望說有善心的人士 可以來幫我們服一些狗狗 幫忙我們服一些狗狗的醫療的費用 畢竟我們的捐款的部分也是有限 我們的經費也是有限 所以說我們需要更多社會 社會大眾的資源來幫助我們狗場 這些完全通通都是沒有人 沒有人要的狗 所以說我們通通都把它收留在這裡面 在狗場裡面高達200隻的狗 個個都是李媽媽心目中的心肝寶貝 雖然沒有辦法給狗兒們 一個廣闊的草原自由奔跑 但是牠們卻願意為這些狗兒們 無條件的付出直到最後一刻 期待牠們下一次 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是一片祥和的樂土 可以讓牠們邁開步伐 看完這段非常感人的畫面 我想大家感觸應該都非常非常的深 因為每一隻可愛的小動物 牠們都是天使來陪伴著我們 希望牠們可以找到愛牠們的主人 尤其是我又養了兩隻 惡魔寶貝蛋又非常愛狗 那今天在新美市 有一群熱愛動物的朋友們 牠們舉辦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那在今天在現場 我們除了有動物的認養之外 還有動物的免費結紮喔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看看 今天活動的地點 是位於中和的南山放生寺 這裡也是一直以來 免費提供場地 讓照聲會可以舉辦貓狗認養 免費結紮 意賣活動的愛心單位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還有一個 這個貓狗巡迴的結紮車 對 它是全省會巡 就是會跑來跑去的嗎 對 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已經做了 台北已經有在做了 是 然後台南 高雄都已經在做了 都已經在做了 對… 就是說有人 譬如愛心人是說 我這附近流浪狗很多 我願意出基本的費用 然後服務 免費服務給 愛心媽媽來做結紮 是 對… 我們有很棒的醫師團隊對不對 有…全部都醫師 所以這是我們主動 譬如說可能 有人想要包住這些流浪貓狗 就可以主動跟你們聯絡 對… 因為它是全台灣唯一的… 因為它是全台灣唯一的一台 然後這台車就會出動就對了 對…包含 然後一般醫生 你要結紮狗之後 他要衝到動物院 是 他原來衝到動物院 有個快處就是說 愛心媽媽沒有抓同工具 對 他可能在身上抓到貨等等 第二個就是說愛心媽媽 他可能自己靠自己賺的錢 去餵養療養狗 已經沒有經費再去付這個結紮 結紮的部分 但是我們是跟社會大眾 去募款 募款來錢 然後是免費回饋給這些愛心媽媽 最多是愛心媽媽 來做免費使用 在這邊做的全部都是免費 對 從你上車的打金片免費 防捲病免費 還有美容免費 結紮免費 全部都免費 其實這一切都在宣導一個 非常好的概念 就是以任養代替購買 以結紮代替顧殺對不對 對 我們希望療養狗不要再生養 所以真的整個非常的完整 就是我們先幫這隻狗狗 植入了金片 然後我們再幫牠做這個結紮 結紮完整 它恢復好 我們也有專人的照顧 對 而且我們還有打防捲病 連這個疫苗都有 全部都免費 阿虎哥說 結紮車主要針對的是流浪貓狗 為了避免捕狗大隊的錯誤 會在結紮後的狗狗耳朵上 剪下一腳 方便便是 而狗狗身上也要植入金片 萬一狗狗走失 也可以藉由金片找到主人 讓狗狗回到愛心媽媽的懷抱 這也是對狗狗的責任 那我想請問虎哥 狗狗再來結紮前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不管是狗狗或是貓貓 其實那你沒辦法去注意牠 為什麼 因為這些貓狗很多 大部分都是真的流浪狗 是 阿虎媽媽可能跟牠培養五年 才第一次抓牠一次 或培養好幾年才抓牠這隻 那狗狗基本上是處於非常地震 驚慌對不對 對 驚慌 牠能夠抓到來接待牠已經 很厲害 對 你再要求牠做什麼 就沒有辦法 通常來這邊 我們醫生就會給牠打麻醉 就會處理 就會處理 登記 登記完之後 我們就會給牠做金片的指揮 就是剛剛我們有提到 就是每一隻帶來這邊 做結紮的流浪狗狗貓貓 我們都會先登記 然後再來做一個金片的指揮 對 金片指揮之後 然後我們那邊有美容 美容區域修剪 現場還有陰脈區 所以真的很多喜歡狗狗的朋友 可以注意照生會 對… 然後我們在這邊陰脈區 在永和那邊 永和之光街那邊都有 對… 我剛剛有發現一位巨星 這位巨星是誰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是Michael Jackson吧 對 牠也太可愛了 牠是我們的志工狗狗嗎 對 志工犬 志工犬要擔任什麼樣的工作呢 親善大使 親善大使 真的耶 讓很多人喜歡狗狗 真的 真的 而且我真的很想呼籲 就是提醒所有愛狗的朋友 不管是你要不要在認養之前 真的都請你一定要想清楚 這是一個生命 請你在把牠帶回家的時候 就要給自己 照顧牠一生的這個使命跟責任 對 因為牠只有我們 牠又不能上網跟朋友聊天 不能打電話 更不可能自己開門出去 然後我們就是 以前我們救回來就 好可愛喔 對… 然後我們希望牠能夠 找到好人家 對 像這些小貓 基本上我們除了讓牠找好的家人之外 是 有時候我們還要經過一些 像有的小貓 訓話 就是教育牠們 對 牠會對人類會有攻擊性 對 你必須要每天去安撫牠 摸牠 讓牠習慣被摸 是 習慣被摸 對 牠習慣以後 牠就有辦法送養 是 不然牠看到人家 沒有人敢認養牠 對 對 然後我們都免費的美濃 修剪完之後 我們就會上結紮車 好,我們現在已經直接來到現場 想要請問一下李大姐,你好 你好 請問一下他們剛剛現在是在先做 因為我們先做事前的 準備的話 就是先把它剃毛了之後 要打麻醉症 對 然後接下來就要帶進去 我們的結紮車了嗎 結紮車上面去做結紮了 對 好乖 所以這是先第一個動作就對了 對 麻醉 先讓牠做麻醉 好,我們有很專業的醫師團隊 來現場 幫我們很有愛心 幫這些狗狗做結紮 好,剛剛有說過要先把毛剃掉 對不對 對 好 好乖 好乖 乖乖 好乖 你好乖 你好乖 好乖 好乖 有點緊張 對 有點暈了嗎 暈了就好了 好,直接在上面打給我一下 對 我們現在就是把牠的毛剃的之後 剃得比較大 大面積一點的話 是 就是等一下牠開傷口的時候 才不會因為旁邊的毛的話 有染染到細菌去影響到牠的肚子裡面 對 所以說是醫生是大面積的 把牠的毛給離開了這樣子 然後再上去做消毒 所以剃毛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因為剛剛李小姐有說 就是她把毛剃光 剃大範圍的 才不會到時候怕手術的時候 可能那些毛也再要一些細菌感染 對 然後剃完毛之後會再進行消毒嗎 對,我們就直接上車 直接上車消毒 對 牠現在比較冷靜一點了 冷靜下來了 打麻藥了 打麻藥了 高官 妳好棒… 好棒喔 那舌頭露出來是 避免牠就是咬的 就是說避免牠嘔吐的時候會抑脂 因為有時候可能牠有吃東西 不曉得有吃東西或怎麼樣 那妳舌頭要把牠翻出來 讓牠說如果避免牠 我們可以至少不會讓牠咬到舌頭 所以是因為很多流浪動物 直接被愛心媽媽帶過來 因為我們不知道牠之前吃了些什麼東西 對… 好,所以大家看到舌頭的那個泡 就把牠翻出來 對… 就是怕牠會被… 可能嘔吐的時候會被噎到就對了 好乖喔妳 乖乖 到車上去消毒這樣 直接到車上進行消毒 然後再進行那個結紮 這輛全台獨一無二的行動貓狗結紮車 是為了讓一些不方便帶貓狗 去動物醫院結紮的愛心民眾所設立的 每次出行大約可結紮40隻貓狗 車上有完整的手術設備和專業醫師 而這些都是善心人士的支持 才得以讓結紮車的活動繼續下去 更落實以結紮代替撲殺的理念 讓你家的狗狗變成聽話的乖狗狗 第一刻讓狗在固定的地方大小便 觀眾朋友想要這個任養狗狗的朋友 想要問一下我們的虎哥 就譬如說我們今天 剛把一些可愛的小狗帶回家 但是牠們還不習慣這個環境 以及牠們還不會在固定的地方大小便 那我們要怎麼教牠們呢 通常你如果是從一個機構認養出去 是 小狗進來的時候 或者是承捲進來的時候 你先不要去講要訓練牠 而是先讓牠 培養感先 對 培養感你先去觀察牠 抓到牠 吃飯之後多久才會大便跟尿尿 那如果說牠 因為每隻狗的消化始終都不一樣 習性不一樣 對 那如果說你抓牠這隻狗 牠是30分鐘才會大小便的時候 那你就以後就算了時間 30分鐘後 就把牠帶到譬如浴室 或是外面的草地 就把牠放在那邊 牠自己就會大 那你現在三次四次 牠就會習慣 而且最像是大完之後 你要給牠鼓勵 對 像我都 我以前養狗的時候 就是譬如說餵牠們吃完飯 然後我也會觀察牠 大概隔了一個小時還要上廁所 然後我就會開始跟蹤牠 因為我在家裡沒有關籠子 所以我就會跟在牠後面跟到廁所 然後只要看到牠就是腿一張開 我就看 就一直鼓勵牠們 然後給牠們吃小骨骼 如果說牠有亂大小便的習慣 是 生活嗎 那你也可以用一個很 我們講一個就是天然的方式 對 因為任何一個 用天然的方式 對 就是天然的方式 就是任何一個生物 都怕閃電跟打雷 對 任何一個生物 天險 對 你看那個森林類的動物 任何再兇的老虎撕著都怕打雷 真的 所以當你先看牠這隻狗 在大小便 做錯事了 對… 你可以拿一本書 很厚的書 最主要是打出那種類似打雷 不是打... 對喔 是打書喔 不是 書打桌子 打桌子 像我是用一個鐵罐 然後裡面裝滿了 最主要是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打完要馬上裝到若無其事的狗 會回來看 好像不是你的問題 是天譴的問題 是 所以嚇過牠一次兩次以後 牠再也不敢 在這個地方打 這個包括按電鈴啊 會亂叫 或是有客人來亂叫 或是回家鋪你都非常有用 對… 我本身有用過這個方法 這個都是女士都還不錯 對 就是因為狗狗牠會怕被叫 就是天譴 牠會覺得天啊 我是做錯事了嗎 但是如果妳打下去 等一下看到 原來是妳打的 就沒有用了 對 不過我想最後真的還是提醒大家 就是希望可以落實我們想要這個訴求的 就是任養代替狗嘛 然後結紮代替菩薩 就可以隨時鎖定我們造聲會的訊息 對不對 我們常常都有辦這樣的活動 現場都會有很多這個 等待被任養的狗狗 貓貓對不對 對 大家都可以來這邊 找到一隻跟你很有緣的可愛小動物 然後把牠帶回家 讓妳家的狗狗變成聽話的乖狗狗第二課 如何讓人遛狗而不是狗遛人呢 我想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剛剛帶一隻可愛的狗狗回家 要怎麼幫牠做這個大小便的訓練 但是啊 那個虎哥啊 我們有一個那個很可愛的工作人員 他叫我幫牠問一個問題 就是牠很大塊頭喔 我要帶一百公斤吧 然後牠出門還是不會被牠們家的 手心犬拉著衝耶 我們要怎麼樣做這個訓練啊 很不巧我現場有一隻很可愛的狗 我就在這兒 妹妹 基本上每隻狗牠本來就是 活潑本來一隻狗的天性 對 而且一出門就開心啦 就開始想要笨 對 但是你基本上 你還是要讓牠知道你是主人 還是要有所區分 因為狗牠就是從狼 狼開始演化成 我們虛化成家犬 所以說牠還是保有狼的特性 那基本上牠們狼裡面 本來就在牠心目中 都有那個身份的理會 對... 所以牠把牠當小狗 對 因為你已經讓牠爬到你的頭上了 對 所以基本上你帶狗出去就很單純 你就是把所有這個... 第一次帶狗出去的時候 就要開始做訓練了 然後就是這樣子 然後譬如說我走... 牠就只能跟著走 然後走了... 走了一... 好像走了一、兩天、三、四天 牠已經習慣這個長度了 而且你走哪裡 牠就走哪裡 這要讓牠知道我才是老大 我要帶你去哪裡 你要跟我走 不是你喔 對 然後等到你走了一個禮拜 或看狗的適應度 因為每隻狗笨跟聰明 是有不一樣的 對 像我就覺得 像牠們就很聰明 對 牠適應你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牠發現牠沒辦法做主了 都要聽你了 牠就開始習慣你的步法 是 習慣你的步法你覺得牠已經可以 OK了 你就放掉一圈 然後再走 然後再OK 就放掉第二圈 是 你就會發現等你這邊放掉的時候 你不走牠也不會走了 對… 那我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啊… 妹妹…見我親親看 我們去逛街囉 妹妹等等… 等等… 妹妹來這邊 對… 走 這邊 走 妹妹好乖喔 然後妳要停的時候 妳就想要稍微停在停 對 然後再走 我想要妳看鏡頭 好不好 這邊走 走… 妹妹走 走… 我們享受拉小手 走… 一同去加油 Yeah 我們要出去玩了 不行 不能奔跑 因為我們還在訓練中 剛做錯誤的失敗 好 妹妹好開心對不對 她好乖喔 雞雞今天參觀了整個活動 深入了解這些貓狗們的處境 同時也覺得這些貓狗們 實在太可愛了 所以雞雞準備了神秘禮物 要送給可愛的貓狗們 到底是什麼樣的禮物呢 請… 狗哥 嘿 妳回來了 妳怎麼去那麼久 你看我去準備這麼多禮物 要給這些狗狗媽媽的 這些是什麼呢 這些是我剛剛自己煎的 那個去骨的雞腿排 然後還有飛力牛排 哇 那狗狗太高興了 對啊 因為我想說很多狗狗 牠們可能剛剛有一些結紮丸 或是有一些 牠們好可憐在外面流浪很久 然後就給牠們吃好料 給牠們補一補 謝謝 謝謝 不會 不會 那我們現在趕快就讓牠們去吃這些好料吧 好… 雞雞啊 狗狗看起來吃得好開心喔 今天你這麼努力的煎肉排 辛苦也有了代價了 聽義工們說 志工犬起棋還有特殊才藝呢 起棋坐下 坐 坐 彼此坐好 來 等 好殘忍喔 好 等等 好 OK 好 好 大頭一直在等耶 大頭一直在吃吃的等 去骨的雞腿排 好好吃喔 我就想要就吃了 好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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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都坐下 等等喔 坐 坐 等等喔 OK 好 那再去裡面給牠們吃 看到這些被救起來的狗狗 過得這麼開心 其實有更多狗狗面臨的是 被捕抓到之後 十二天就要安樂死的命運 這些愛心媽媽們 也只能盡力救助 心裡的遺憾 總是大過成功救助的喜悅 我們家的狗真的很可憐 我有在餵養的狗 真的很可憐 可是被帶警區防治所的狗 是我們沒有辦法 能力可以去做到 沒有能力可以去救全部的狗 那也只能夠衍生生的 看著牠們十二天夠 到齊已過的話 就是北安樂死 對 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心痛的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照顧到那麼多的狗 所以 能夠盡視你的能力 是 我會發現到說 照顫慧牠很偉大的地方就是 比我們還要好 牠在缺經費的情況之下 牠可以去救助很多狗 受傷的 慘障的 然後補瘦甲 橡皮筋的 這些是我們愛心媽媽 完全是做不到的 因為這要很多的經費 那有時候 你去防治所的狗很可憐 愛心媽媽會拜託我們 請我們去救 那我們也是一樣 要去把牠給救出來 因為真的是很可憐 那我會發現到說 照顫慧做的比我們還要多 所以說 我覺得說我加入照顫慧 我覺得我很高興也很榮幸 因為牠真的做的比我還要好 好 那我想呢 李大姐其實進入照顫慧 會有三年的時間 有沒有什麼案例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 我覺得說我想要去呼籲大家說 我們開車的話 可以速度慢一點就盡量慢 是 因為狗狗牠有時候誤闖到大馬路去的時候 不是牠很願意 可是我們開車開得快的時候 一送的話 如果說這樣比較用力的 牠可能就是當場暴斃 沒有當場暴斃的話 牠會因重傷的話 有時候牠會後灘或者是截肢 那截肢或者是後灘的這些狗 是在外面完全吃真的是沒有人 沒有謀生的能力 對 也沒有人要領養的 就像我們協會一樣 有很多都是殘缺的狗 或者是後灘的狗 像我剛剛就看了一隻很可愛的咪咪 對不對 對 那隻咪咪的故事是 那隻咪咪牠也是因為 就是誤闖到馬路上去的時候 大家都開始很快 一聲 然後牠就倒在地上 也是一樣 就是通報我們的119去救援 可是救援回來的話 傷得很重 可是我們還是一樣 就是請廖醫師盡量去救治牠 那我真的想說 呼籲大家 第一就是 對 因為狗狗是我們最忠實的朋友 我們今天心情不好的話 最起碼我還有狗在我身邊 我可以對著牠講話摸摸牠 牠可以去安慰到我們 人類最喜歡 人類最善良 最可以跟我們一起溝通的 也就是只有這些貓貓狗狗而已 真的是呼籲大家 一定要愛惜生命 也要尊重這些生命 那我也希望說 是不是政府的話 能夠對流浪貓狗的話 有一個很好的配套的措施 因為你的 結緣的話 一定要從開頭 開頭開始 你一定要結紮 結紮的話 它可以控制數量 控制數量的話 外面的路上 沒有那麼多的食物 不會造成人們的 一種不安的恐懼 那對那些貓貓狗狗狗來講的話 他們有一個也是可以很安息的地方 那所以說我認為說 造成衛跟一般人做的比較不一樣 就是他有車禍瘦重傷的 然後補瘦甲橡皮筋的 對 這是別的送保餐點 你正假橡皮筋這是 橡皮筋的話 因為它有的 它有兩種 是 一種就是它吃便當的時候 頭伸進去的時候 很自然它的橡皮筋 就套在脖子上了 對 那還有一種就是 別人故意把它套著 是 那套著的話可能就是說 它受驚嚇的時候 它一跑了 跑了的話 沒有人客氣把它的橡皮筋捲 因為越來越長大 如果陷進去 陷進去的話 它就是變成皮會開了 就像我高雄剛救援的一隻的話 它是橡皮筋狗 那它的氣管已經切開來了 對 這是我看到是最嚴重的 一般都是豬頭狗 那它還沒有切到氣管 對 可是這一隻的話 它已經是切到氣管了 然後就是開了一個孔 所以說它狗狗呼吸的話是 呼吸是從這邊出來的 所以說是聽到的 就是它那種沙啞的聲音 好心疼喔 對 像這種的話 我們都是一樣就是 盡力的去搶救它 貓狗119救援行動大公開 照生會致力於貓狗救援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救援行動不計其數 而且全年無休 這次接過民眾通報 需要救援的是一隻已經懷孕 卻受困水溝長達四天的母狗 惡劣的天氣 加上周圍都是泥漿粉石 加深救援的負能度 在沒有裝備使用的情況下 救援人員只好独手挖掘 花了三小時 沒空 特別呢 好 我來看 那拍一下 來 我 要剩ini 來 加油 好 褲褲褲 褲褲褲褲褲 褲褲褲起來了 褲褲起來了 褲褲起來了 褲褲出來了 進來 現在是要給我的舵 謝謝 某天下午 接獲民眾報案的是 大樓的天井中 有一隻受困的貓咪 因為大樓結構的關係 貓咪被困在 僅僅能容身的小窗台 無法移動已經兩天了 聽到他的哀嚎 報案人曾試著自己救援 但是困難度極高 只好求助於貓狗119 看救援人員 用簡易的裝備垂降 真是令人捏把冷汗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救援 總算順利救到這隻可愛的貓咪 讓牠重返地面 獲得自由 大公告成 當時發現牠的時候 那時候我印象中 牠已經跑 可能因為疼痛還是 以及牠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 牠只跑到一個 算是一個高級住宅區的停車場 那因為當時我是怕說 吵到命中 因為牠當時蠻 蠻怕冷的 一靠近牠就會發生怒哄 那所以我為了說 這個人順利抓到牠 然後第二個就是 不要吵到負賢靈中 因為當時已經是凌晨1點多 所以我們就以 數戰數決的方式來捕捉牠 那刷到牠之後 發現牠身上的 因為那時候算是天色有點暗 只聞到一個很明顯的那個味道 就是腐壞的味道 後來當天送往醫院 馬上幫牠做一個傷口的消毒 跟那個整理 所以發現牠的傷口真的是多到可怕 牠背部後面 大大小口小口 絕對超過50個以上 好 都是破皮什麼的 然後最主要是 還是來自於那三個大三口 全部都進到骨頭 然後因為連動物院看都覺得 真的這個都很可憐 牠這個日子 牠到底是怎麼過的 而且牠加上牠的營養程度 真的很低很低 結果當時而言 牠真的不適合開刀 所以牠的 第一個牠的形色很差 所以後來我們決定就是 先把牠第一個 就是給牠做一些營養的東西給牠吃 然後慢慢恢復牠的體力 第二個就是 幫牠進來最好的食物給牠吃 牠目前餐餐都是吃果罐頭 雞肉泥 還有啤酒消毒粉 以及那個 綜合維他面加螺旋藻的方式 叫餵養牠 那一天的方式是給牠 少量多餐的方式 將為牠 對 牠預計是 如果沒意外 大概九月初會 最後做一次評估 決定牠是否真的需要節肢 這次我最大的坐下去 已經只有一個 就是看到這些毛毛的狗狗 很順利的 秀回來 健健康康的 被人家認養 這個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今天啊 在這邊經歷了一天的時間 讓我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觸 我真的覺得我們家那兩位小姐 真的非常的幸福 那其實還是要提醒所有 想要養狗狗或養貓貓的人 真的在你在要做那個動作之前 真的要想好清楚好清楚 因為其實在 你可能一念之下把牠帶回家 然後可能又因為其他原因 就把牠任意的丟棄 其實讓這些小動物呢 牠們可能在外面都沒有辦法謀生 也甚至呢會造成呢 這些很辛苦很偉大的愛心媽媽 以及這些機構呢 牠們更大的負擔 那真的就希望大家呢 有機會可以多了解招生會 然後也可以上牠們的網站看看 其實牠們有很多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不管像是今天我們有這個結招 然後還有這個任養的一個這樣的活動 那還是提醒就是呢 一定要呢 以這個任養代替購買 以結紮代替鋪紗 那以及現在啊 這個天氣也越來越冷了 然後有很多可愛的貓咪或是可愛的狗狗 牠們都會躲在您的車子下去 那請大家呢 在上車前 可以先做一個小小的動作 就可以幫助到很多小生命 你只要在這個發動前呢 車子移動前呢 先發出一些聲音 可以讓牠們知道你要移動了 就不會造成任何的遺憾 或是任何的傷害 那我想最後呢 要謝謝大家陪我一起度過了這一集 這愉快的一天 但最後我還是要跟那些 在亂丟狗的人講 你們不要再丟狗了 牠們都是一個很珍貴的小生命好嗎 謝謝大家 請大家愛惜生命 檢長的狗的話 把牠放在這邊不適合 因為我知道說 牠們平常的作息時間 本來就算活動力都很強的 那牠突然間睡覺的時間拉長了 我走在牠旁邊走過來走過去 牠完全都還是睡覺不行 我就知道說這隻狗年紀大了 像這些狗的話 我會把牠帶回去我家 為什麼說要帶回去我家 因為我覺得說這隻狗 牠的一生在外面流浪已經很可憐了 可是當牠快要過吃的時候 其實在狗場沒有人可以照顧的時候 我覺得說我很難過 我很欣賺牠 所以說我都會把這些狗 就是帶回去我家 帶回去我家 我每天我可以看得到 即使牠在最後要走的那一刻的時候 我還是一樣是在牠的旁邊 所以說我還是一樣會繼續照顧到狗 一直照顧到說我沒有辦法可以做了 我還是願意把我的心裡 我的一生就是奉獻給這一些 這一些沒有人要的流浪狗 這是我夢想中的家 這是我夢想中的家 這是我夢想中的家